川习会中共调低调门策略,曝光泡沫狂欢时日不多最大挑战不是贸易战事这个,川习会即将在G20峰会期间登场不过中共党媒,却将习近平此行称为顺路。 有分析认为此次川习会上中共仍不愿大幅让步安眉指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债务而非贸易战中共央行前副行长警告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时事评论员恒河,认为中共应对美国贸易谈判要求有三种情况,即便是已经退让的和可以谈判的,也只是在做表面文章,川普习近平见面中共仍不愿大幅让步。 二十国集团,G20高峰会本周将在阿甘廷登场,届时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予场边会面商讨贸易事宜。 伦敦金融时报报道,引述专家分析指习近平可能借机宣扬中国已成功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让其他国家不再有理。 由于美中贸易战中,选择与美国战一边,市场研究公司加富龙州政策分析师谢元梅认为,虽然中共见到有机会可阻止美中摩擦升温,但仍不愿对美国大幅让步。 最可能的方式是寄出技术性让布阿波罗网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周就根据美国的最新调查报告,炮轰中共根本未改变行为与剧量,于是本周川崎会达成重大协议,的希望蒙上一层阴影。 美中激烈争执也让亚太经合会,A818日闭幕时破天,荒卫发表公报五天后才发表声明,以中性言论指出,我们敦促各国以自由,公平和公开的方式促进贸易。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分析师认为中共在G20峰会上可能,不会寻求与美国达成大妥协,而是试图分化美国可能的盟友。 新华社23日宣布,习近平将参加G20峰会,标题为习近平将对西班牙、阿甘廷、巴拿马和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3次峰会,将参加G20峰会描述为顺路。 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债务而非贸易战美国福布斯杂志11月25日星期天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债务而非贸易战该杂志的专栏作家,纽约长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捐济学教授潘诺斯,莫道扣塔斯·巴拿斯·莫德·奥特·奥特斯在这篇评论中指出,虽然中共官方的数字,趁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仅为47.6%但非官方的数字,如国际金融协会上星期说,这一数字,则高达300%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udis,和标准普尔Stand Amp,普尔Is到目前为止在评级过程中,环都没有将中共非官方债务规模考虑在内,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的信用评级,跟美国和日本等国家, 接近的原因所在中国大,陆有媒体曾报道说,中国人人均负债13.34万元,债务总额接近200万亿,在美洲贸易战冲击之下,中共在今年8月决定鼓励银行增加放贷,并再次允许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上大型项目, 以应对日益放慢的经济增长,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中共央行前副行长吴小玲,在今年7月曾警告说,在泡沫中狂欢迎的日子不多了恒河,中共做表明文章本质不变副总统彭斯,在新加坡接受华游采访时,正式提到了冷战,也略出了中共必须要改革的几个方面时事。 评论人士恒河表示,中共对彭斯副总统谈到的要求可能分三种情况,对待一种是已经采取措施,第二种是可以谈判的,第三种是完全不能谈的。 恒河在希望之深国际广播电台的政论专栏节目中,阐述和分析,2018年11月1日开始,中共降低了1585个税务工业品等进口关税税率, 还提出来要加快口岸的通关便利化,要减少进出口环节的监管证件,要降低合规费用等等,这些都可看作对美国提出来的要求的非正式回应。 但是,在宣布部分商品进口减税以后不到两周中共又把出口退税增加了,第二部分是可以谈判的恒河认为中共答应增加在某些领域,就是外国投资可持有的比率。 这些属于可谈判的之前中共规定很多领域是不能投资的,还有一些领域是只能投资不,超过50%,就是彭斯所讲的取消。 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市场转入问题可以谈,禁止强制技术转让,这个也属于可谈判这一类的。 因为强迫技术转让,它是属于知识产权范畴之内,中共方面它其实已经反复强调了,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横河指出,中共的想法是可以一口答应,小心点今后不被抓就好,而且侵犯知识产权被抓到的永远,都是少数次外尊重国际规则和规范。 这个也是可以谈的因为中共它从来就声称它是遵守,的只是说它不执行而已,这方面就是要很费力的谈第三部分,就是不可以谈的这部分它是坚决不承认,也绝对不会改这些,就是跟中共它的统治权生死有关的事情,比如说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一些国企垄断的领域,中共有的时候会做出一些象征性的姿态, 比如11月份允许美国的运通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银行卡的侵犯机构,这是到目前为止批准的第一家,但这些领域它不会百分之百开放中共往往在关键时候,谈判的关键时候去做一些表面文章,这些表面文章,就是给一两家一些特别的供应。 恒河认为仍然是属于定单外交这一类,完全不属于政策性和结构性的变化,只是象征性的一个姿态。 此外信息,封锁,属于完全不可谈判的恒河说,即使一个什么西方的媒体公司或者视网,做公司能到中国开展业务,但,不可能是象征是开放的这种性质。 只是象征性的让你在中国开一个研究所,就是进行基础研究,而不会让你真的去和那些中国的百度,腾讯直接竞争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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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